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感受到他压抑的情绪随时会爆发 一直以来他们两夫妻是大家眼中的模范父亲 个性温和的先生对太太温柔体贴 太太更是把家里打理得很有条理 小孩也都优秀乖巧 但是经过他的描述 现在已经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 他丈夫已判若两人 经常动不动就发脾气 生气起来不仅会破口大骂 还会摔东西 有时候甚至生气飙车 有一次还开车 自撞电线杆 幸好人平安无事 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位女性朋友开始觉得 无法和先生生活在一起了 所以想或许分开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当他说到这里 又觉得为了这个家付出大半生 就这么放弃 家就要破碎了 顿时乱了方寸 又陷入了恐慌 不知该如何是好 听到这里我想您应该会认为 他先生应该是外遇了 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先生的改变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进一步要知道该如何做 才能改善两个人的关系 找回原本的先生 听完他的叙述后 我要了他们两夫妻的八字 也占卜了一卦 当时占卜出来的卦象是 封地观 四窑洞 变为天地皮卦 四窑是这位女性朋友 应窑是她的先生 动画窑为发展状况 很明显的是 四窑发动后 变为六合卦 也就是这位女性朋友 改变调整后 两个人关系 就会有所改善 当我将八字 与卦象两者合并参看之后 终于明白问题的根源 其实是根源于 这位女性朋友的个性 她命中 带了两把刀刃 虽然做事 能力好 但是个性过于强势 说话总是带刺 总是要人家 按照她说的做 个性固执 虽然她并不会 对人破口大骂 但是不经意的言语 冷暴力 日积月累 绳子总是断在 最脆弱的地方 有一天她先生 因为某件事 情绪开始爆发 这也是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这么多年的命理经验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有些人要用 鼓励的方法 有些人要用警告 提示的方法 才能产生改变的效果 针对这位女性朋友 她完全感觉不到 自己哪里不好 于是我告诉她 她个性上的缺失 以及从别人的视角 所看到的感觉 她是什么样子 这对她来说 是一个震撼蛋 幸好她有觉醒的能力 五个月后她告诉我 她有听尽我的话 努力改进自己的脾气 知道要静下来 听对方的心里话 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 更懂得尊重先生 现在他们两夫妻的感情 又回到从前的日子 甚至比以前更好 这正是她所渴望的生活 分享这个案例 是想要讲述一个概念 虽然我们都知道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所以我们可以先用 改变表象 来改变别人的内在观感 当别人的内心改变了 他的表象也会随着改变 而当我们看到了 别人友善的表象 我们的内心也跟着改变了 整个局势也会因着改变 这就是善的循环 这也是占卜的功能与价值 也就是发现问题 找到解决的方法 进而改变命运 好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更感谢您的按赞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OK 那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